他们所拥有的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 设置了智慧财产法院 但是对于劳工所殷切期盼 劳动诉讼 特别的程序乃至于劳动法院 却迟迟不肯有积极的作为 在现行的劳资政院处理法理念 的确是有规定说 必须要设置劳工法庭 但问题是从过去的研究 我事实上自己研究有关于 劳资政院案件的处理以及劳动诉讼 大概超过十年的期间 在这个期间里面 所做的实证研究发表的论文 清楚呈现出来 目前的劳工法庭 跟没有设置劳工法庭的法院 在案件的处理上 根本没有实际上面的差别 也正是因为这样子的背景 导致绝大多数的劳工 在劳资争议的调节不成立以后 都选择放弃权力 那套句 徐建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劳工回家抱着棉被哭 根本没有那一个经济上面的力量 可以跟雇主在诉讼程序上面 很公平地进行攻击防御 一个财力跟圣经地位 他远不过自方的当事人 所以在整个冗长的诉讼程序当中 其实不管是诉讼费用 是他们沉重的负担 也造成他们自己的心理的压力 那往往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也是让我们给劳方的这样当事人 被迫选择放弃他们自己的权利 所以过去到现在 非常多的学者跟公民社会 一直强调就是应该要设置劳动法院 甚至建立特别的劳动诉讼程序 那我们时代力量在这个部分 提出相关的劳动诉讼程序法的草案 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